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是不是都出现了 好 那从松山分局 然后到底一堆黑衣人 闯进来以后 一连出包的一切的状况 包括灭阵到底是谁灭的 后面到底有没有 不管是明代或是高层 叫你把那些东西给删掉 一连串的一些事情 现在如果真的发生事情 以前我会跟你说 只要看到警察局派出所 冲进去就对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因为冲进去 连警方自己是不是都泥腹杀过身 好 那针对这些 包括警方也公布了一个 九十六秒影片 待会儿让你看一下 如果身为一个老百姓 你对这些事情 到底会有什么看法 然后接下来再到了北投分局 然后还有过程当中 是不是还有那些投案来的人 那个投案的过程 有人形容跟走星光大道一样 OK 那或是所谓的正二代 所有这些 难道真的是正通人和以后 或是富可敌国以后 真的这些都不摆在眼里了吗 你一定也听人家说过 曾经有过那些富商 就算进了牢 到了看守所 那里面的待遇跟外头 大概没什么差别吧 办公文的有 喝红酒的有 对不起 满汉全席 大概也不差 真的会出现这样一些情谜 现在还有这些状况吗 所有这些要听听看 现场来宾 一一帮您分析了 好 那一开始 我先为您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 资深媒体员康人俊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林玉峰 大家好 前刑事警官谢文远 大家好 律师林玉恩 大家好 律师蔡震峰 大家好 好 那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最近警方公布的一些影片 你觉得这些黑人跟警方 到底怎么一回事 来 15分45秒 第一位进来 这是校团 现场我们同志在律师 各位待会注意一下 16分07秒 07秒的时候 好 这就是屈性的移动 来 步伐往出来 压制 然后现在慢慢的往外带 17分21秒的时候 全部的人员都进入到泰国 也就是说 从2点15分45秒 到2点17分21秒 合计1分36秒的画面 来 任俊 刚刚那个画面看到没有 那个台北市警察局长的目的 是要公布这个影片 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多厉害 有没有 人来以后我们都现场 感觉上压制或什么 没有啊 我看到那画面就是一堆 你如果真的去配音的话 那个画面就是 人家进来以后 警察在那边拦得挡的 你还不知道那个现场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 给点面子好不好 这是我家呢 我是警察呢 拜托大家给点面子好不好 你完全不像是冲进警察局 一般人看了 我就讲 你只要看到有任何麻烦事 冲进派出所 冲进警察 你就应该有安全保障 没有啊 感觉让进去 警察自己都 你不知道 过江南保了啊 你知道昨天他们公布 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边看的时候 我就这样 然后他越播我就 你知道我看完之后 我第一个想法 我第一个疑问是什么 警察不是公开讲 椅子K过去飞五公尺吗 不小心砸到电脑 是吗 那个道歉书里面 也是这样写的 你看刚刚那个画面 他就直接在电脑旁边 就K下去了 而且那个人是前面不爽 走到外面 然后过来以后 就直接砸的 而且你看 他那个画面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其实后来媒体有在讲 就是说那个 杨姓教官进到警察局之后 还有对外面 那有媒体是说 他疑似跟人家比宗旨 假设那么挑衅 一直在那边弄 所以我想这个案子 其实对民众来讲 他真的觉得很慌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影片 跟我一样嘴巴张很大 就是你怎么警察 每天讲的都不一样 而且你还帮他编出 这么多的剧出来 你光看这里面几个疑点 就到现在为止 我其实觉得 当然陈家昌 可能他觉得说 我今天都要退休 我认为他没有想要 不名誉退休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方式是说 没关系 我就是跟你杠上 那我公布影带 但是我也讲一件事情 刚刚那个九十六秒的那个影片 那个是剪接过的人 因为你看他是不同的 camera的摄影机 一直接接接接 接起来的 他是不同角度 有本事 每一支摄影机 你每个全部公布 你不要拿出来 就是给剪给大家看 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今天真的要自信就这样 可是警察为什么在这件事情 遭到这么大的质疑 今天陈家昌他出来讲 他说删除影片的这件事情 他已经可以大概知道 他说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是戊山 什么格式化都没有 连那个所长自己都出来发了声明 就是讲说对了 他们其实就是顾及警戒的名誉 因为好像太減少了 可是你光看一开始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基层援警 先在靠北警察的那个网页里面 就先把他给讲出来 就说我等着看你办不办 事情闹大的时候 警方一出来先讲说停电两小时 没有影片 之后就开始出现了那个什么七个人 现在到头都知道 我不知道我们警察这么厉害 不可以用电脑就算了 然后用算数也不行 人数还会算一个算不错 我不知道这样可能对教官 比较没努力 为什么你看到教官 大家突然都变成是温良公减亮 哇 大家都千千有礼 还有那个熟邪悔过述 会觉得越来越厉害你知道吗 他现在告诉你说是两段 可是我就讲就是说 很多民众在这个事情 网路上第一时间炸开是什么 你知道 拜托 很多天才有一个女老师 人家走在路上 去让你们说到什么程度 还要跟大外交 还要抓警察交 还要做什么 而且上手铐脚楼 在警察局 之前还有一个网红说 我走在路 站在路边抽电子烟 结果警察走过去 我怀疑你有大麻 你绝对抓走 就是你在执法这件事情上面 人家去你家 他那个中轮派出所的厉害 是你顶头的婚叫 是 婚叫到现在也当作没事情 好像就是老板打得这样 我们顶头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说什么 这个事件其实已经证明了 他其实经过一天的酝酿 就是他半夜两点多发生 隔天早上所长去看过第一次 到了刚刚就讲说 怎么晚上七点多 他又去看第二次 是已经确定跟那个巡左 两个人将要把那个给删除掉 那你们这些东西 而且你记不记得 他们当时在议会跟公开讲说 那个什么K5公尺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说的 因为影带我们其实都看过 但因为侦查不公开 现在都在检察官那边 我们都不能讲 你当时是看哪个版本 不要再说一下 不然你看 怎么看都不一样 不过所有这些过程 我想问一下现场五位来宾 一个一个问人 任俊 那个包括从不管是署长局长 管他是哪些官的 都一再地告诉你说 当然署长他们就讲了 查要办或什么 然后现在从台北市警察局长 到分局长到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一件事 绝对没有明代高官 或是任何上面的人 官说叫他们删任何东西 都没有 都是那个所长跟副所长 尤其所长不知道那天 是为了什么要去做那件事情 你相不相信 玉峰你相不相信 教官你自己相不相信 你不相信 玉恩你相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你也不相信 郑峰 一定不可能相信的 不是 各位官 你们到底要演给谁看呢 我问到现在 我每一个节目里面 每个来宾都问 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 但是他们大家都很相信 玉峰是不是 他们都很相信 他们就这样讲出来 上次台北市警察局长 下次这些所长 每个人都告诉你 没有 还有要请律师出来 然后帮他念个声明 告诉他说真的都没有这些人 真的 我觉得可能像任俊哥讲的 他可能不是要给大家听的 可能要给特定的人听的 谁呢 就后面的慢慢就会浮现了 慢慢就会浮现了 但是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最麻烦的是 会不会就真的 从此石沉大海 因为每个人都告诉你说没有 到现在 连台北市警察局长都告诉你说没有 虽然他七月要退休了 所以 你告诉我发生这件事情 一定要等七月你退休吗 我不能拔你吗 可以啊 所以署长就要拔他了 署长叫他把手机交出来 去策谎 哇这个 我跟你讲 我这有在韩战那部电影里面看过 对 真的 而且当天的情况 其实非常的特别 把局长叫来警政署 就直接讲了 你交手机 不然你就退休 那局长当然 局长是他大两届的学长 是局长特别在记者会以后说 我还大他两届 对然后离开之后呢 你知道吗 这应该是密室里面两个高层 一个三线三一个三线四 你知道全台湾就两个三线四而已 就两个一个署长一个校长 然后呢 逗上台北市 这应该是没有人知道对不对 对 这应该是秘密嘛 你说我是署长 你是局长 我跟你说 你叫你把手机拿出来 你不愿意你开车回去 两边的人马就斗起来了 秘密在这个密室里面的对话 大家都开始传了 而且还有新闻稿 所以一开始 其实一开始状况 我们来解密一下 一开始其实署长这一派 没有希望说大家知道说 我叫他交手机 这个太难看了 当然啊 而且台湾人重情 你叫一个学长 手机拿出来 都给你乒乓 这可以吗 如果手机交出来某种程度 是不是 好了 讲好听一点叫自清 对 讲难听一点 就是怀疑你啊 不是 以署长的角度来讲 我不只怀疑你 我要办你 对不起 我办你 你自己把手机交到刑事局去 刑事局是谁的老巢 就是署长的发生地啊 所以呢 你看刑事局这一群人 已经虎视眈眈的 你手机来来来来 他会把你刨根就底 而且手机拿出来以后 你怎么知道我会看到哪里 我会看到什么时候 他一定会往前看啊 所以呢 他就是教你交手机 所以为什么 陈家昌 你去找检察官 检察官北检说 关我什么事 你们自己的事情 关我什么事 可是他宁愿 你知道吗 到检察官这边 大律师一定都知道 这已经到了一个立案的 一个程度了 他只是叫你说 你把手机交给刑事局 大家来看一看嘛 对不对 以招公信嘛 如果没事 我们内部自信 我们用督察系统就解决掉了 陈家昌不愿意 我绕在你手上 我死更惨 他认为刑事局现在就是东厂 就是锦衣卫了 是哦 对啊 身穿飞鱼服 手拿袖春刀 不要砍了 他只是叫你说 你把手机交给刑事局 大家来看一看嘛 对不对 以招公信嘛 如果没事 我们内部自信 我们用督察系统就解决掉了 陈家昌不愿意 我绕在你手上 我死更惨 他认为刑事局现在就是东厂 就是锦衣卫了 是哦 对啊 身穿飞鱼服 手拿袖春刀 不要砍了 哇塞 你跟台北市警察局长 陈家昌很熟哦 你知道他的内心 找已做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哦 你因为去面对检察官 就知道说刑事局那个地方 有多闷的可怕 我对检察官的角度来讲 你查这个事情 就是查这个事情 我手机里面到底有没有 对话有没有通灵 就讲这个事情 到刑事局 他会把你后面的东西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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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出来 而且他就可以把你局长派的 包括记者 包括警职 谁是局长派 谁是署长派 这些人如果真的被刑事局查出来的话 只要署长在位一天 这些人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大家看得好像是一个社会事件 后面官场是斗成这个样子 教官 原来你们在里面 原来不是人家电影韩在里面 我说我以为只有在电影里面是这样 原来不是哦 其实警察的系统 从以前我们知道王卓军有王家军 侯友宜侯家军 那现在陈 陈家军 陈家军 所以警戒内部有讲一句话说 爹亲娘亲 不如陈家军 但是坦白讲 我们现在讲台湾的警察 我简单的讲 我们警察内部里面流传了一个事情 说台湾的警察能力强到什么程度 扬明国际 你知道吗 第一个美国把国王机密烧在一个晶片 那这个晶片在一个阁楼很小 那苏联就派那个间谍训练那个松鼠 去把它叼出来 那松鼠跑进去叼出来的哦 然后松鼠就往森林跑 那这时候美国把森林全部围起来 所有警力FBI全部动员 但是就找不到那只松鼠 那就找香港皇家警察 每个国家都派警察来 台湾派两个刑警去 一个小时内就把就抓出来了 抓出来一头一头那个熊 只看到那个熊一直讲说 不要灌水了 我就是松鼠 真的你不要再灌水了 所以我们内部会讲说 台湾的警察的能力很强 能让熊都说他是松鼠了 还有什么能做不到的 是不是 您说以前的科学办案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内部在讲的说 我们的科学办案可以做到 熊都会承认他是松鼠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有时候可能很多民众不了解 因为真的警察像媳妇 那上面有两个长辈 一个公公 一个婆婆 那这两个意见不一样 你听谁的 陈家昌现在就是这个处境 你到底听警政署的 还是听科市长的 是不是 对啊 警察真的像媳妇 但是坦白讲刚刚那个画面 我们看了自己都 警察自己看那个画面 会是什么想法 好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 各位知道 像我也办过郑太吉的案子 郑太吉那个人 你跟他上手铐 带回来的时候他说 我是议长 你最起码给我尊重一下 我说你不要 你一定要压他的气焰 所以我们自己 从刑事局出来的 我们只有两句话 我们做事的原则只有 对好人更好 对坏人更坏 教官请问一下 因为从刚刚那个画面 就是当人家那些黑人进来以后 那个现场的冲突那些画面 到你刚才讲 那个郑太吉 观众朋友 你知道郑太吉是何许人员 我们媒体界有一个 就是跑刑事 其实真的非常专业 但是他已经走 就是小耀耀 刘俊耀 刘俊耀以前在我另外一个节目讲过 他为了要他从北部南下去 要去写郑太吉的所有的事 各位你知道 他是不能住旅馆的 他不能住旅馆 不能够住人家家 他只能够睡车上 他在那个车上 睡了大概大半年 因为你只要到了哪里的话 基本上你大概 你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很惨 OK 所以为了波及 不要波及无辜 就干脆在车上睡了这么久 郑太吉的案子 最后要不是因为 他杀他那个小弟 OK 在人家的妈妈面前 直接把那个人给毙掉 毙掉以后 那个案子也是什么 那个案子后来被判死刑 但光一个死刑 上上下下 连法院 打了法院以后 高院到最高院 来来回回好几次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原因 他到底开了三枪 还是四枪 他到底用了四颗子弹 还是五颗子弹 这个要查一下吧 事实问题要查清楚 发回根审 你知道光这样来来回回 又拖了多少年 你不能不说对事实当然重要 他开三枪四枪很重要吗 人就是在他妈面前这样毙掉了 但是就是这个样 好不好 所以刚刚教官讲说 他正在急要上手铐 讲那些话 教官竟然能够 能够完全不买他的单 这就值得我们站起来 对不对 光这一点就值得记备 你刚刚讲 因为要要那个 我们很清楚你知道 因为你刚刚特别听 他从台北下去 因为很简单 在地记者没人敢 没人敢办 所以都要从那个各报社 都是从台北调台北的记者 因为跟地方没有渊源 大家也不知道你是干嘛 我告诉你 我还听过台北一个记者讲 在台北台北 写了他的以后 写了他的东西以后 第二天 第二天直接被叫到 我忘了他是被叫到哪里去 然后桌上就是一堆 你想得到的所有的武器 或是所有那些东西 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告诉说 哪只手写的 你知道那个写的 所以没有人敢写 地方也没人敢写 中央也不要写 就干脆把药药派下去 就是这个样子 对 教官还好你还在 这个台北市这次的事件 松山之乱 在我们老学长看起来 这个所长真的是太嫩 这个所长他 因为他可能不了解 现在生态整个彻底改变 以前我们的警察 培育只有两个管道 一个是警专 一个是警大 就这两个学校 但现在很多特考班 他是念外面的大学 你所长在上面骂 他拿手机之后再帮你录了 等一下骂完 他就直接把你PO上去了 所以这次这个事件 为什么出来的 是从靠北警察出来的 靠北警察 这些你看里面的同仁 认为说我们 电脑被砸了 然后我们也压在地上了 结果你所长是让他们 这样走出去 这口气吞得下吗 所长应该休假 副所长在 所以自然有人会把这个事情 把它PO出去 那PO出去以后 这个开始渲染起来的 所以我常讲的 它是低估了形式 他认为说我便宜行事 我想第一个 我做情给长讯教官 因为他喝酒跟人家冲突 我做情给教官 另外对方也是有来头的 对方也是有一些政治来头的 那所以说等于说两边 在还没有渲染开之前 先把它压下来 没想到会这样子一压挖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常在电视上讲说 真的可能你们不了解 我们自己穿制服的那种文化 警察的文化真的三种人在睡觉 我讲的第一种是寡妇在睡觉 上面没有人 我们上面没有人 第二个是妓女在睡觉 上面老师在换人 最后一个是什么 夫妻在睡觉 那个叫自己人在搞自己人 你知道吗 警察常常自己人在搞自己人 等于说这个派出所的影带 被删掉也好 或怎么样也好 为什么这个讯息会出去 一定是内部的人 不是 可是教官说实话 那如果这样的话 像一般来讲发生这样 各位你有注意到刚刚那个影带 我不知道台北市警察局长 陈家璋大家为了表示 第一个他们很厉害 第二个跟后来不是有一个道歉大会吗 就是大家握手烟会 我觉得全天下最荒唐的 就是这种事情 还写一个手写的 官兵跟强盗握手 对对然后大家握手或什么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特别讲 有没有返回道歉 那些人就返回道歉 还需要你讲吗 那当然一定过程当中 大家已经瞧过 意思就会讲说 回来 下这事了好不好 各位返回道歉 就什么时候解决了吗 所以教官请问一下 那像警察碰到刚刚那种场合 人家冲进来这样的 电脑也砸了或什么 如果现场状况 真的控制不了 我可以对空鸣枪吗 可以 对一切都是我们的想象 这个都不会发生 好不好 因为这个就是大家 瞧解或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讲 郑峰 这个所有状况 现在所长副所长 被送办 会被什么什么这些 这个过程 那时候过程当中 大家都没有想到 这些过程会有任何犯罪 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头吗 其实不太可能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罚感也是来自于情感 一群黑衣人这样冲进去 跟警察压制起冲突 这很明显就是 一个聚众斗殴的场面 伤害的场面 然后你说没有任何法律 则是怎么可能 而且今天那个 那个台北市警察局长 开记者会来讲 他赞扬那个副所长 因为当天所长休讲 副所长在后面休息 然后冲出来 最后人不是全部都跑掉吗 OK 人家长说现行犯 他说他赞扬副所长 因为副所长出来 没有办法判别谁是现行犯 所以就让大家走 这就让我们想到 平常有一些新闻画面很扯啊 而且他没有只讲他放他走 你知道他还帮他解释说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画面 有看到他K椅子 对啊 然后他还帮他解释说 我跟他讲副所长 因为他出来的地方 刚好有跟柱子 柱子挡住了他 所以他看不见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副所长就不出力 后不干了 你知道他出什么时候 他说他真的是 尽忠职守的好干部 这真的太难想像 你看我们之前有时候领检 有些人凶一点 你在防御公布 你在防御公布 你刚刚你在派出所的门口 一群人冲出来 就算是休息事警察看出来 你刚刚同仁被压制 你跟我讲说这没有防御公布 再基本的民众都知道吧 你知道我现在出来 你想到那女老师 为什么会被带9小时 然后进了警局以后手铐脚梁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又没出手 对 就是他不够凶 不够凶 人不够多 没错 然后结果就是这样 手边没有折凳 对嘛 对 他如果有折凳拿起来就不是这样 不是 各位观众 你说这次松山跟女老师比起来 你不是在告诉大家这件事吗 对 你荒唐自己 我告诉你这是错的 但是他荒唐自己 这等于就是警察 你七三怕二的很明显 我相信一般民众的感觉都是这样 一个礼拜前 我们看到一个女老师 还是政经职业的女老师 一个礼拜之后 派出所被这样攻击 然后你说这些人握手道歉又没事 然后你公布画面 也公布得很没有成型 像刚刚大哥讲的 你是各个角度去剪接起来 我们在律师在办 这种刑事案件的时候 任何监视器画面 没有看过是这样 剪接出来的两分钟 一定当然做笔录 你这怎么当证据使用 结果你现在还可以公开是用公务人员 一个公务人员 国家的代表人的身份去跟民众说 你看我们有诚意 其实是怎么样 这我觉得太明显说不过去 玉峰其实这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出现一连串 从那个女老师 对 然后接下来松山之乱 然后后来北投 北投也被大家拿出来讲说 那个北投分局 报告大哥 北投不算台北市 北投已经独立建国了 对啊 北投有他自己的系统 台北市有12个行政区 少了北投只剩11个 然后有14个分局 因为文一文二中一中二 对 但是北投也少了一个 北投的不是台北市警察局长 也不是署长派的 北投是要当地特定的顾问 当地警友会的人派的 所以他的分局长是他自己的 所以跟我们台北市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先讲 北投国跟台北市好了 台北市是不能够接受 比如说今天任俊哥 你在外面开了枪 你说要投案 我不接受投案 你有诚意的话 比如说任俊哥的大哥是小五哥 你跟我讲时间地点 我带了鞠票我去压制你 就算你坐在那边吃面 我也要喊几句 不要动不要动 让人家拍起来比较像 对啊这都是一定要 台北市是一定要这样 台北市一定要 但是北投不用 北投说你要来 好啊明天几点 七点半 好好好在门口等你 然后呢 早上两孩 那个poche的凯燕来了 一黑一白 然后下来之后呢 那个不是一般的撑伞 那个叫随护队型 这是总统立临场所 行政院长立临场所 要马上把大伞过去撑 然后后面内卫区中卫区 拉好之后 那时候我们警察在干嘛 北投国的警察在干嘛 因为他们说 因为那天下雨嘛 然后没有人撑伞 所以他在分局门口等 那你想想看到 这一段就像星光大道一样 小弟撑了大哥 大哥你安心走吧 外面的世界我们来 因为那天下雨嘛 然后没有人撑伞 所以他在分局门口等 那你想想看到这一段 就像星光大道一样 小弟撑了大哥 大哥你安心走吧 外面的世界我们来 然后沿途你知道吗 一个一个握手 一个一个拥抱志愿 然后一进去把自私手枪 把这个道具箱交出来 你知道这画面 其实如果你要这样做 那你就这样做就好 你低调一点 兄弟们还是自己 还是这样专业 你知道吗 为什么讲他很专业 他手机还不是值得拍 因为民众是值得拍 他还知道给媒体 提供给媒体使用 要横着拍 所以那媒体看到 早上看到说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他在19天之前 去一个黑帮的一个堂口 去开了枪 开了Masaddi去开枪 开完枪之后呢 无声无息 台北市知道这个事情 但因为他是北投国 所以你不能够去管他 只能够提醒他们说 听说你那边有开枪 这次的哦 那有没有办啊 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 然后过了这么多天之后呢 刑事局受不了了 进去抓人 抓人之后呢 北投国也紧张了 北投分局赶快说 打电话给对方说 要教人哦 那你想想看 这听起来好像很合情合理 但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嘛 你看完枪 如果没有人知道 就算了 如果有人知道 打电话你就交 那表示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而且这个当地的大哥 他也没有在客气 他也没有告诉别人说 这不是我 这什么 他就说就是我开的啊 全世界都知道是他开的 那过去这19天 北投分局在干嘛 没有在干嘛 他们就希望说 搞不好事情就没有了 事情就过了 过了就算了 所以等到事情闹大了之后呢 才有人抓了 你才搞这一出星光大道 然后还有除了星光大道 媒体上还有那个就是送便当打卡 这个更离谱 这个我看得非常的生气 你知道吗 林俊哥跟你报告一下 我跑社会新闻大概20年了 我到现在我进警政署 我到警政署哦 就算全世界都认识我这张脸 我到警政署我还是要换证 我还是要登记我的职称姓名 我去哪个单位 我到现在都要 北投分局竟然可以让一个有案底的 其实他就是被刑事局给抓了 他跟把这个当成自己造咖一样 他的小弟被抓了 他进去好给钱 给钱就算了哦 因为你有时候你进去 你要买一些生活用品嘛 你给钱就算了 他就是在那个地方 站着给钱 然后拍照 然后打卡 打卡这是哪一招 你以为这是火锅店吗 打卡北投分局 然后呢 把小弟的脸给露出来 然后这个刚才那个照片更扯 是便当 便当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北投分局的人告诉我们说 玉峰你去问一下 这个便当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这个便当怎么来的 你想想看哦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毒品犯 然后呢被借题出来问讯 他照到你应该在站窗 你到一个警察局的侦察队里面 会有一个铁笼子 为什么 因为你要扣在里面啊 尤其有些毒品犯 如果拱起来的时候 侦察队里面还是有一班民众 来受理报案 那会不会有一些冲突 那会不会有结球 你不要说不可能 台北市现在什么都可能 你应该在站窗里面 他现在在站窗的外面 他坐的是警察的位置 他坐的是警官的位置 然后呢拿了一个便当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这个大哥 这个正二代这个大哥 好 我知道说今天小弟在那个地方 可能有人跟我讲说 他今天借题出来 好 这也就算了 我不相信他这么用心 自己去买一个便当 然后呢过去给他 他一定 我在猜啦 他一定到了现场 那个怎么还没吃 那个谁谁谁 去买个便当来 你想想看 在警察局面那个谁谁谁 不是小队长 就是巡官 就是巡左 那警察帮兄弟买便当 那你还要拍照 你说给你一个面子也就算了 然后这个 你这么嚣张 然后我现在到警政署 你还要叫我换证 你现在是要为自己不平衡 还要自己带便当 对 所以我们就 是规矩我们就换证就换证嘛 只是说你真的把北投搞成这样子 那这个兄弟 这个大哥呢 这次已经被刑事局抓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要刑事局抓他吗 因为北投不会抓他 如果有什么案件 北投一定叫他跑 我在怀疑啦 一定叫他跑 所以呢 为什么这次刑事局要抓的时候 大家全部叫来了 好 请试检指挥 然后全部叫来了 就不跟你北投分局讲 为什么 不是要给你难看 是我怕你泄密啊 如果我讲了之后 你是不是跟他爸爸讲 或是你是不是跟他讲 然后他又跑了 我们又抓不到了 你北投国的事情我们不管 那刑事局办案 你就是要把人给抓到嘛 不过刚才玉峰有特别提到 所以媒体上报导说 现在警政主管讲说 包括这个便当的事 警政主管在查说 是因为有人想要来看这个嫌犯 所以才把他借题出来给他看 还是你们就是要借题 然后有人通知那个旁边的人说 有人借题了 你们要不要来看一下 但这两个都很荒唐 第一个是最荒唐 第二个是次荒唐 就是让你借题 干嘛要通知 人群你有小弟在这 要不要出来看一下 要不要送个便当 要不是 不是这个都很荒唐 你不是觉得 从以前我就讲说 你看无间道里面 那还是卧底 那某种程度到底黑的白 你搞不清楚 现在已经是 在台湾一连串发生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每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刚刚讲最荒唐的 次荒唐的 不管哪一个荒唐 严重一点说 他有没有独职的问题 接下来有没有泄密的问题 他都有很多在这里头 当然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像五哥讲的 就是他把人犯要借题这件事 就是通风报信 就是从警察往外通风报信的话 这当然会有泄密 就是泄密罪的问题 可是平常你讲 刚刚玉峰所讲的一些例子 我就讲说 其实再怎么讲 黑跟白之间总有他的界限在 可是有很多时候 你那种便宜行事到 你还去采访过那种除夕夜 然后结果后来为了方便 大家还把子弹弄掉 这个是我那时候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排班 值班 那除夕夜总是我们追赛的去 那听无线电 那时候警方无线电 我们还听得到 说亏请 开枪了 那我们其实为了努力工作 也为了想去看一下酒店长什么样子 你少来你 长去酒店 那时候还没有 然后去之后就听那些趴着小弟 说亏能门在哪个包厢里面 那我们进不去 然后我们在现场等的时候 就等到姗姗来迟 我们的同仁玻璃师大人 然后就来了 好 来了之后呢 他就跟我讲说 玉逢 除夕夜 你有这个必要吗 我说大哥 穿不是我开的呢 对啊 你跟我说这个不对 是啊 对啊 不是我开的啊 酒店不是我喝的啊 对啊 然后他就说 那你怎样才可以算呢 我说 如果没人开枪 这就没有新闻 没有新闻就算啦 他就抓住我这个话笔 没有人开枪就可以算了 好 你在外面等我30分钟 我就在外面 我就说好 我就看 开完啊 对啊 而且有通报的无线电 你怎么说没有 好 因为这是非常古代 非常久远以前的 应该已经过了追溯期了 我大概等了30分钟不到 就看到小货车就开来了 除夕夜竟然有人开小货车 我就有点傻眼了 然后下来就两个师傅 一个拿油漆桶 一个拿木梯 就进了这个酒店 我那时候不知道他要干嘛 我总觉得怪怪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哪里怪 因为我期待的 或是我以为了 会是你们分局的见识小组 提着搜证下来的 应该在彩证嘛 结果不是 是师傅带着木梯跟油漆来 然后又过过 我就听到那种 噴枪的声音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 好 师傅走了之后 同仁就说 阿宗来 你给他看一下 土味有开起 我就看 哇 真的没有耶 他是叫师傅赶快来做装潢 美工把那个弹孔都弄掉 我后来就去摸 我后来其实我眼睛也蛮利了 我就去摸 结果这个梁怎么沉沉 他们用补土 补上 他把子弹挖出来 补上去之后 有没有 然后直接底漆 然后喷漆就起来了 然后我当下也笑了 他说 有一个你这样可以吗 我说这样可以 所以就当作没有这个案子了 总不如我自己去摸那个吧 对啊 然后旁边酒店的围市 每个都在摆POSE 我在除界 总不如我去拿尺 去把那个子弹给摸出来吧 对 可是你看像刚才讲的一系列 而且平良很讲 从这次松山之乱 一路延烧出来的很多案子 你会开始让大家觉得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就算连警方告诉你 譬如刚刚刚玉峰讲的那个 有没有 哪里有 谁 你请萧黄姐来看看哪里有 他就是这样的一些的感觉啊 可是人群像这次出现 你说从北投那些 还有说 好包括你说富二代正在管他 有没有当街开枪的 开完枪 我那天看内泽新闻的时候 我会这样 人家在讲他以前发生的事 结果开枪 怎么会是社违法 为什么开枪会是社违法 后来 后来我再回头去看 然后警方就跟你讲 那个就是道具枪啊 所以那只能用社会自主维护法 可是现在说实话 现在警方讲的所有事情 都会让很多人会问 他到底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了 我举个例子 几年前台北市旁边有个国 然后那个国也有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有人对空开枪 你知道其实对警方来讲 老警察通常听到有人报案 说有人开枪 他一定会先问两件事 有打到东西吗 有打到人吗 因为如果都没有 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没什么 那重点是你要开始抓人 那一次 那个国的警察就开始就抓 你知道其实像开枪这种事情 辖区内有人开枪 两种人最紧张 一个是警察 因为这个重大社会案件 你又开枪 这个一定处分或干嘛 另外一个黑道 黑道为什么紧张 就很简单 第一个 你小弟管不住 你到处开枪 警察因为给他压力 如果不是你的小弟 外面的人来开枪更麻烦 就代表你这个地盘都乱掉了 所以警察一定会找这个黑道 人搞搞了 那一次的话 重要是这样 人就抓到了 那抓到了之后 到警察局去 你知道其实这种事情 抓到人不重要 重要是要枪啊 因為你是开枪嘛 对啊 但是因为老警察有先问嘛 没有打到人 没有打到别人 就是对控瓶枪 好 那结果就开始 警方就策动说 你这个今天人投案啊 槍交出来 过了没有多久呢 我跟你講 突然就有人到了警察局 拿了一把槍 說 就這支啊 等一下 你那把槍是可以秀的嗎 你不要對著我 大哥 你不要對著我 對著我自己 立刻就拿出來 就這支啊 結果警方一看到的時候 這支 這支小事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講說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什麼 他就叫道具槍 這個其實你在夜市常常看得到 就是我們講那個BB彈的那個 你要打開 看起來很像真槍 這裡面是打BB彈的 那打BB彈總沒有危險性 那警察就說 因為他今天對空鳴槍對不對 你也沒辦法證明 今天他教這一把上面有他的指紋 所以我們就認定說 就是這支啊 這支是假的 那問題是什麼你知道 這件事情荒謬的程度是 因為他當時開完槍之後 地上也有彈殼 那這道具槍BB彈 怎麼可能會有彈殼 沒有彈殼嗎 這打下去就BB彈殼 所以是真槍才有彈殼 那就荒謬對不對 好 那問題是 因為最近這一段時間 就是大家很好奇講說 為什麼對空 開槍然後都用色違法辦 對啊 因為這裡面最大差別就是說 你用色違法就三萬塊以下 對 那警察就說 他拿是BB槍 這樣子開 讓大家害怕而已 結果最近就有人在查這件事情 講說我就請教一下警察大人 你怎麼知道他是送來那把槍 跟他開的那一把槍 是同一把 你知道那警察超老實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地上有撿到彈殼 然後我們也做了彈道的比對 跟工具的鑑定 然後確定是同一把槍 你知道問的人也傻眼 那你的道具槍怎麼會有彈殼 給你做工具的 給你做工具痕跡的檢定 那警察也硬起 你知道 這件事情我們再查一查 就是這個案子 現在可能還會再重新再辦 那問題是你知道那個 開槍就一萬塊你知道嗎 對 就變成這樣 對啊 所以很多那種地方上他們也知道 我如果拿槍起來打 打頂頭就好 不要對著人 不要對著東西 因為沒有毀損 沒有傷亡 就不會有後面 現在地方的人還多知道 就打完以後 把彈殼撿起來 但我跟你講 荒唐就是 怎麼會是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因為那個開槍的 他們其實參加了一個組織 超神秘 而且超公開 但又神秘的組織 那是什麼 叫做警友會 我們警友會的組織是這樣 就是我們希望地方士生 大家通通都支持警察 那所以有些人就會贊助 有些幹嘛 後獲毒品的時候 要頒獎金 有很多也是警友會 出資贊助的 希望鼓勵警察 是 但我們從來沒有限制 參加警友會的人 要什麼身分 所以有很多地方士生 地方走動的人物 大家都喜歡參加警友會 所以他跟警察的關係 也都很好 你想想看 這邊有人開槍 我跟你講警察 馬上都知道是誰 可是剛剛講的這些 從這次松山之亂 那個所長他們那個 什麼格式化 什麼這些事情 到剛才講的 包括玉峰講那個彈孔 就直接三十分鐘以內 這個真的是 太令人神奇的那種效率 任俊講的這個 鄭峰我先問一下 這些 那個如果有滅政的問題 這些都沒有嗎 就感覺上 你現在的事情真的是 有關係就沒關係 可大可小 是這個意思嗎 現在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就是 反正我也不管你們講什麼 我就這一套 從頭撐到底就對了 不管你們怎麼講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耳朵聽不到 我眼睛看不見 但是在法律不是這樣 他們這些行為 輕責獨職 妨礙公務 妨礙公務洩密這些 這種的話幾乎為什麼 我們要去思考他們 為什麼會這樣做 一定要 一定是有利益 如果是公務人員收取利益 那很簡單就卡到 貪污治罪條例 基本上所有這些行情 只要被查到有不當利益 不當利益不只錢 包括是喝花酒 請招待 或是突然兒子 兒子上學學費都不用繳錢 類似這樣 這種債務的免除都算是不當利益 像這個被查到一定是貪污治罪條例的案件 那民眾回到一般民眾 他可能常常遇到的是 那如果我要去報案 警察不給我報案會怎麼辦 對就是民眾要了解到說 第一你所謂的立案 就是要所謂的報案三年單 那如果警察就是堅持不怕 你還有另外一個管道 其實你可以直接去地檢署 對你就是網路上有很簡單的格式 你就寫個起訴狀 趕快去地檢署 地檢署絕對不會有人吃案 地檢署只是有時候 行證效率比較慢一點 OK 對 但是基本上立案是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你在報案的當下 警察態度 你很發現他就是 你有明確知道 這譬如說是一個搶奪案件 他就是不報 你一定要記住他的編號 OK 你馬上就是打到 就是去申訴轉線 其實民眾還是有很多公開的管道 不過剛才任俊在講槍這個的時候 一鋒你要補什麼 是 這個槍喔 我有親身經歷 我跟你講大哥 這個槍其實是有Mega的 不是我們再細緻一點 我就遇過人家對著我開槍 這個槍喔 我有親身經歷 我跟你講大哥 這個槍其實是有Mega的 不是我們再細緻一點 我就遇過人家對著我開槍 我們那時候就是跑新聞很認真 我們也是看到對空鳴槍 那現在民眾他那種 後面就有安全帽嘛 安全帽戴著就拍到 然後就爆料給我們 就到現場 到現場啊 然後怎麼現場的氣氛不太對 因為現場來的不是警察 然後來的是兄弟 然後呢他們最後是怎麼處理 我就跟他們講說 剛才是不是有人開槍 那黑衣人就圍過來 然後呢有個小弟就直接後面拿來 就對著我 砰 就直接開槍了 就直接開槍了 那個聲光效果 還有打敵火 你真的以為自己死了 然後呢他彈出一個彈殼 彈出一個新的彈殼 會有彈殼嗎 他會有彈殼 道具槍會有彈殼 BB槍不會有 道具槍 兄弟們在談判的時候 對空鳴槍通常用道具槍 沒有槍包彈藥管制條例的問題 然後這彈殼呢 他就把它親切拿著 然後放在地上 人就走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後來其實 等到我慢慢長大之後 我才搞懂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開槍的是制式的手槍 會有彈頭 你只要彈頭被撿到 你就五年以上 可是 槍包彈藥管制條例 槍包彈藥管制條例 但彈頭應該是有人撿走了 撿走了之後呢 警察待會要來 你總不能叫他來洗地吧 對不對 你總是要有東西要教嘛 那你就拿到了彈殼 那彈殼呢你就可以送去 但是呢你找不到彈頭 因為彈頭已經被他收起來了 你找不到彈頭之後呢 你就沒有辦法去對 你是哪一支槍 那你最後呢 你也不用跟刑事局交代說 你有沒有查到槍 我們就是有彈殼 因為一彈殼一看 就會知道這是道具槍 所以分局這邊呢 就不用等到鑑定書出來 你就可以把它移送地檢署 地檢署的檢察官一看 道具槍那就是射違法嘛 但是你兄弟們拿到那一張的話 都會嘲笑這些檢察官 無正當理由開 無正當理由鳴槍罰一萬 哎呀我們也有討債 我們有正當理由 是不是有罰這一萬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荒謬的世界啊 就是你只要準備好之後啊 你把這個細則一件一件做好 那就是幾萬塊的事情 OK這些當然都是希望說在台灣 因為我還是回到那個 我覺得大家對於包括警方啊 包括司法 那個基本的信任度 因為台灣人真的在全球比起來 它算是好 但是最近出現一連串的事情 一直不斷在打擊大家 對於包括警方啊 所有這些的信任 我覺得這案子 一定要把真相告訴大家 剛才其實包括講說 那個吃便當的 就是到了分局借題 還可以吃便當或所有這些 你如果真的看到 林俊 以前大家講 好要不就到看守所 到監牢裡面了 那是已經判刑 確定入監嘛 以前那個年代 聽說的那種 開玩笑 到了那個入監以後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 進去以後 滿漢全席 就差沒聽過滿漢全席的 吃魚吃鮑魚 喝紅酒的啦 辦公的啦 什麼都有吧 對而且其實你知道 因為我以前有個 炒股的啦 我跟你講我以前有個學生 在北所裡面 就是做科長 然後我每次聽他講 我就覺得哇這麼厲害 因為你剛剛提到 那些什麼滿漢全席 說真的有時候在 他們在所裡面 重點不是你吃什麼 而是你吃到的東西 如果能夠保持圓形 有沒有 這就厲害了 你看像看守所監獄旁邊 最多就是賣會客菜 對 會客菜 會客菜它有一些規定嘛 是 比如說像什麼 印刑藥就不能在裡面 因為他們以前曾經有抓過 那種就是把安眠藥 你知道 塗得黑黑的 放在衝鵝印刑藥裡面 當作蚵仔的那個 結果 結果 你又不可能一個一個吃 結果結果這個人 怎麼吃完會客菜之後 睡三天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就很多東西 就是要被檢查 你看當時最有名 像阿扁 他們進去說 要買一個土豆 結果花生不行 因為它剝殼 他們以前就有抓過那種 那個花生殼 不知道怎麼打開了 那個殼也沒碎掉 打開完之後 花生換出來 然後放藥進去 殼再黏起 然後整包進去 所以 你知道它差別就是這個 好 那以前其實有一些案例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比如說像有些大亨 或是企業家的人士 他就進去 你有時候真的是會想吃 吃外面的東西 我剛剛講吃圓形最重要 比如說吃雞腿 你知道在浴所裡面 是不能吃整隻的雞腿 因為整隻的雞腿裡面 會有雞骨頭 雞骨頭以前抓過 裡面落空你知道嗎 一千塊塞在裡面 或者放藥放在裡面 所以一般來講 它就會幫你把它剝開 可是你知道吃雞腿 最重要就是 享受雲子回味樂無窮 我拿起來這樣 吃吃看這樣幾千 沒有骨頭算什麼雞腿 它有辦法就是 我整隻雞腿 放在那個地方給你看 OK 所以它其實不只是吃 你說像什麼香蕉那種 常種的 之前還有吃龍蝦大餐 你知道嗎 龍蝦大餐怎麼吃 那個基本上在鎖裡面 是不可能拿到 為什麼第一個 它外面有硬殼 一隻龍蝦 第二個龍蝦這麼長 裡面塞什麼都可以 對 所以你一般來講 它其實不會讓你帶 不會讓你進去 可是它如果進去的話 要嘛就是殼剝開 然後那個肉要剪得碎碎的 才確定裡面沒有 但你想想看 如果有辦法呢 我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然後一隻龍蝦擺在上面 然後呢 慢慢的自己享受 把殼剪開的樂趣 然後打開 慢慢的拿刀插 這樣一個兩個插起來 哇 好尊榮喔 這就厲害了 然後旁邊再擺一杯紅酒 是 對不對 它可以跟你說是番茄子 所以它有辦法的 其實都可以透過這些 所以你看浴所裡面 像之前有一個這樣說 我還可以吃到熱騰騰的 說實話 所有的食物 你覺得監獄還會幫你說 我幫你微波一下 我還要五分手 那怎麼可能 它就是會有一些 就管理員裡面 有一些講實話 它有什麼方法 我在裡面其實不能現金交易 因為現金交易 其實抓到會那個 你到監獄裡面它就是祭典 然後開始 因為它有個存折 就慢慢扣這樣子 可是它的錢其實都黑錢 所以他們也都知道 就是我如果監所管理員 如果跟裡面的大哥或怎麼樣 其實都是到外面去 大哥的家人小弟或什麼 你放假下班了什麼 到你外面去喬 所以幫你送公文的也有 裡面還有批公文的 你知道跟祕書會面的 開會的 開會了九十幾次 那也不是什麼不可能 我說真的 龍蝦就可以讓你慢慢這樣 穿這樣吐起來 還有什麼做不到 不過剛才講到這些 所包括在獄裡面 能夠吃到這些 各位你知道家裡面 養羊狗的人都知道 給狗吃的話 豬骨頭 牛骨頭也OK 但是雞骨頭絕對不能吃 因為雞會碎骨 而且最重要一點 剛剛講為什麼在監獄裡面 不能讓你吃到整隻雞腿或什麼 因為那可以當兇器 那個雞骨頭是非常刺的 如果把它那個留下來 那是可以當兇器的 所以監獄你不會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對不起 我說錯了 監獄一般正常狀況之下 你是不會看到像這樣的東西 那可是玉恩 剛剛講的這些 你就是聽過有這樣的東西啊 楊睿仁當初在那個牢裡面的時候 還可以繼續炒股 對 然後還有人幫他在中間 穿梭這些事情 不是嗎 楊睿仁當初在那個牢裡面的時候 還可以繼續炒股 對 那其實這樣的狀況就是 那個公務員可能會有一些獨職狀況 或者就是可能會 真的如果有人就是 例如說上去什麼靠北獄警 什麼之類的爆料的話 事情爆出來的話 可能頂多他就被寄過 或是調職處分這樣 但是其實我覺得像這種其實 如果爆出來 他們也是會有自己一套說法 例如說ISSA為什麼可以保外就醫啊 就是說因為他其實檢查出來 他有什麼樣什麼樣的疾病 或者是有些我有聽說有些 例如說其實通常去家人去看 可能假設一個禮拜只能看一次 但有些人他就是一個禮拜可以天天被看 那這樣子可能 沒有 這個要找名義代表 對啊 就其實有關係就沒關係 就是他們會用各種理由說 因為他有這特殊的狀況 可能要多看幾次之類的 就是各種理由都會 就是看了以後心情會比較好 OK 當然今天現場的來賓 所告訴大家的都是 在警戒 尤其是在以前 有非常多的黑暗面 只是沒有想要透過這一次的 松山之亂 北投發生了這樣一些事情 才知道 現在還會有這樣一些情形嗎 辦案過程 榮獲有一些技巧上的需要 但是那個黑白的界線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不管說 是不是還有一些的 所謂的黑暗面 絕大部分的警察 我相信親中之受 要不然台灣的治安 真的不會是這麼樣的好 可是發生了這樣事 你可以想像得到 包括那些官們 那到底該怎麼樣自處 該怎麼樣真的 找回民眾的信任 這點非常非常重要 現場再次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 觀眾朋友收看鄭總農 我們下次見 拜拜